好 于天的女婿陈健 Gary呢 因为涉嫌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头 遭到警方逮捕 那么目前呢 还在受压境界 根据了解哦 这个Gary呢 早在王妻于怨期 挨没的时候就弃他不顾 那病逝之后又跟这个于天来讨四千万 引起各界哗然 名嘴迪志维在节目上面就爆料说 Gary被捕之后啊 于天对此感到相当丢脸 还因此气到差一点心脏停止 迪志维说呢 其实他早在两年前就知道 Gary状况不断 那么于怨期2022年离世时 于天跟李亚萍有抱怨Gary 其中呢 李亚萍讲的多到 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内容包括说呢 Gary不赚钱又一直向于怨期要钱 好 同样来看到的是 演艺圈焦点这个艺人唐志平的母亲 陈师在新北住家的顶楼 警方到场通知他认识 但是他却两度否认 说这不是我妈妈 昨天在经纪人陪同之下 到士林地检署来做笔录 还说出了两大关键证据 强调跟妈妈不同 另外他澄清并没有跟妈妈起争执 不是我母亲 我亲眼觉得不是我母亲 艺人唐志平终于现身士林地检署 做笔录 但再次强调死者不是母亲 确实是我母亲的钥匙跟刺扣 首先我母亲没有绿色衣服 她上衣绿下裤绿 其次脚很粗 我母亲腿非常细 提出两大关键证据 要证实遗体的特点跟母亲不同 唐志平跟妈妈同住在 新北市淡水移动社区 1号凌晨一点多 唐志平母亲独自搭电梯到顶楼 两天后邻居发现遗体连忙报案 但社区干部与警方通知时 她两度否认拒绝认识 直到表妹到场才确认身份 至于是否持续在营救 她则强烈驳斥斥 家室方说我比较爱总结 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 没有酗酒 在家中喝酒到睡着 晚上11点以后 到3点之间 睡着算是酗酒吗 遗体没认为令回 只能暂存板兵 唐志平跟表示 未来不排除报案 母亲失踪 对于死者身份 上代进一步确认 后续检察官将检述查明厘清 至于死者身份 警方以及其他家属 都已经再三确认 就是唐志平的母亲 唐志平在生日前夕 桑母段时间内都无法接受 记者中程梁杜宇轩 新北市报道 台南安南医院 有病患怒骂说 看病10分钟 等药一小时 等到都想睡觉 老气得发飙大骂 另外高雄有富人 因为不满转角处停车 结果使出了失吼功 而且骂脏话互呛 怒控对方是恶领局 台南安南医院有患者气炸 看医生10分钟 零药确等1小时 一群患者冲上前怒骂 原来医院4名药剂师 药包60位患者配药 速度太慢 因为药匙人力短缺 而活气大的还有这两位 为了停车大吵怒吼 用施后宫一叫高下 护标呛声看骂脏话 双方情绪激动继续大吵 狂向对方烂邻居 还指控用盆栽占地为王 那转我们处你听到吗 转我们处你听到吗 转我们处你听到吗 你转到怎么出来 你转到我怎么看 好啦 警方进货报案介入处理 将请公务局到巷口化红线 禁止停车 也请妇人移走盆栽 邻里间为了停车问题撕破脸 奥处兵 是你吃狼狗 奥处兵 是你 记者台南高雄 最后报道